3月2728又发现了两艘大陆军舰054A 还有这个什么0524A 长州号跟长春号 出现在这个石原岛的南方 这有什么特别呢 说这个海域是我国海军的这个疏破区 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两岸有事的时候 这是一个我方的战力保存 军舰就会往这个地方比较安全 类似一个海军的一个后山 但是现在就是说这个后山是也没了吗 然后另外一头我们也看到 在上次2月14号的撞船事件之后 我方一直吵三无船只三无船只 所以大陆余政还特别今天公布一个讯息 告诉大家什么 他们7年来累计取缔这种三无船破 超过了20万骚 把诚意拿出来 也就是说他每个单位 就是扮演每个单位的 恰如其分的一个角色 余政船该处理的该处理 该硬的也要硬 态度都要展现 所以每个单位大家有自己的专长 我再让这个丽将军来统整一下 所以你怎么看 所以一方面就是这个拍摄 我们只看到那个画面 小兵脸上的表情 但不是 丽将军告诉大家 这个信息含量奇大无比 能拍到就是能打到 对不对 在这个节骨眼告诉你 他都注意到了 每个细节拍给你看 要看辣碗报才看得懂 然后你觉得东扎岛是被控制了吗 那我们的海军的后山输破区 也有种被控制的感觉了吗 其实他用这个控制的延迟 代表什么 我们对一个岛来讲 我们经常讲封锁 对不对 然后或者是登陆 其实控制是在封锁跟登陆的中间 叫控制 我没有登陆你岛路 但是我又比封锁还更严 封锁来讲 我只是封住你 不让你进出 控制来讲的话就是我可以 随时掌握到你 那登岛那是最严重 那就直接表示说面对面 真相实弹就干起来 那就登陆做战 封锁plus 对封锁的plus叫控制 我觉得这几个军 当然我们这种语言里面 要来做这方面的认知读 那我特别要讲 丁玉洲讲这些话 其实代表的讯息含量 其实也很大 他特别讲了一件事情 你刚刚讲的就是说 军事是听政治的 这绝对没错 但你知不知道 政治也必须要军事来支持 对 丁玉洲讲的 含义就在这个地方 你现在政治决定 一定要军事来支持 丁玉洲当过国安会的秘书长 他又当过军人 他太清楚 现在我们国军的能力怎么样 所以他在讲这话 第二点他讲的 不要高估自己国军的力量 就是说你现在政治的决定 我们军事的能力支持不到 所以我没办法 我们军事的能力 不见得能够支持你政治的决定 虽然说我们会接受你政治的指导 可是我必须要告诉你说 我军事能力来讲 我没有办法支持你政治上的决定 因为你不要高估我们自己国军的力量 我觉得丁玉洲讲这句话 我们要注意 他的表达含义在这边 这个什么叫苏伯区呢 我们海军作战 他们有一种主义叫做存在舰队主义 什么叫存在舰队 也就是说我这个舰队我只要在 我军舰只要在海上来讲的话 你没有将我极灭之前 我永远对你就是一种威胁 所以你看二次世界大战 他们海战一定打到最后 一定是彻底把你殲灭掉 绝对不会留任何一艘军舰让你跑掉 碧斯麦浩 对不对 英国军舰对他是千刀万里追 追到最后让这艘军舰自己没路跑了 德国碧斯麦浩他自己把自己沉掉了 他为了不让人家这个军舰被英国俘虏 他自己把军舰沉掉 千刀万里追一定 那我们的苏伯区意识也就在这个地方 为什么海军作战的时候 一开始要到后山去 到我们所谓的现在讲这种苏伯区 就是我们保存战力 因为我们如果说是在左营 或者澎湖这些军港来讲的话 很容易遭受到敌人的飞弹 或者是飞机的攻击 你军舰就被打沉了嘛 那我们必须要躲到后山去 跑到太平洋那边去 那边有什么好处呢 第一个日本可以补给我们 美军可以补给我们 在那边我们在海上来讲 美国的这个运母的船只 或日本运母船只 或甚至我们可以靠他们那边码头 保存我们海军舰队的战力 那这些舰队战力在什么时候才用呢 我们有一句话叫做 在争取局部的优势 也就是说当你敌军实施登陆作战 你登陆船团出来的时候 那时候我所有集中我所有海空力量 在你登陆的这个时间跟这个地点 我争取我这个一点点局部的空优 我把我海军的战力 把我空军的力量投进去 把你的这个登陆船团击灭掉 这是我们全程做在构想里面要做的事情 所以我们海军一开始的时候 一定要苏帛区里面 等到敌人登陆船团出来之后 在我们空军掩护之下 然后到这个登陆船团跟他做一个决战 把你登陆船团揭秘 你登陆船团如果被击灭来讲的话 你就没有能力登陆了嘛 这是我们的战略构想是这样 这叫苏帛区 但是问题是说你现在这个苏帛区 人家已经到这个地方来 那你还有什么苏帛区 因为前两天蔡英文去主持 两艘陀江级军舰的成云典礼 其实我那时候就想想说 我们陀江级大家不要以为说 陀江级摆在西部海岸 它目的还是海军作战的时候 一定是到东部海边去 那你那个陀江级600吨的 你这个连船率或者续航率 你可不可以支撑你那么久的时间 其实都必须要打上一个问号了 你不要以为说是我们这个 我们叫刺猬战术 我们弄了这么多船在海 藏在西部海岸的所有小渔港里面 都会出来跟你决战 对 所以这样看下来就是 我们之前还讨论过 我们的空军的后山嘛 加深基地那边 好像现在也不行了 然后这个海军的这个后山也没了 所以你现在就 你又没有办法争取局部空 在敌人登陆船人出港的时候 你有没有办法在那个地方 在那个时间点跟人家决战 所以就回到刚刚丽将军 一开始告诉我们 就是这个军事听政治的 但是政治也需要军事上的一个支持 我们就是支持的力道不够 那第一个是这个日本 在昨天发布就是这个大陆这个船只 在这个钓鱼海周边海域 两艘大陆海警船 然后你看到呢 另外还有两艘 其中一艘是类似搭载机关炮的装置 已经99天在钓鱼台周边 发现了中国公务船 不过过去我们就讨论过嘛 他一年365天 大概几乎是300 350天吧 但没有不来的 那中方也发布了 3月28号凌晨 日本两艘船 在日本的海宝船的伴随之下 非法轻船 所以这个大陆海警 13洞1还有13洞两舰 持续跟肩驱离日本 因为在钓鱼岛附近的 这个也是常态巡航 天天都来 就完全像丽将军讲的一样 所以用这个概念 我们想想看 如果放在我们礼岛会如何 另外一个很有意思 之前 蜡碗报不是播出这个 大家都觉得 哇 有这一招啊 过去我们都看到 在海上用水炮 来对付这个 菲律宾的船只 现在是直吧 这个直升机 有没有吹啊吹啊 这个飞沙走石啊 逼得这个飞方的人员 最后是跳海走壁 那很有意思 当时丽将军提到一个关键问题 这直吧哪来的 为什么莫名其妙就来个直吧 公布了画面 央视公布 这是解放军有两艘 这个洞管12抵达了南海 五指山舰和长白山舰 组成的这个舰艇编队 也就是说 应该是由这两艘带来的嘛 就解答了立将军的问题 有看拉丸报 立将军提问 央视帮你回答 好 还有这个最新的画面 当然在这个水炮 还有在这个直吧的 这个事件当中呢 有一连串的 这个后续的一些讯息 包括你看到 飞方开始指控嘛 这个水炮我们昨天还讨论 中国大陆把这个高压的水炮 还列为管制 管制出口 所以那还不是 不是我们想象的 一般那种什么 救火的水炮不是 应该是一种蛮特别的 高压水炮 管制出口 所以确实很厉害 你看被打了头破血流 都缝了几十针 然后呢 发布了这个照片 三名伤兵受访 精神看起来不错 挂着勋章 一脸笑意 应该是在医院里面 还穿着这个病人的服装 委员怎么看 钓鱼岛跟菲律宾 菲律宾被水炮 冲击到不是正面的冲击 如果正面的冲击 人会当场倒地 不一定会死亡 但是不可能这么快 就再做起来 一定是侧面弄到的 这种水炮是比我们 是说有打破玻璃 那玻璃当然会破 水整个冲进来 一定破 因为它比我们一般的消防队的 灭火水枪 还要至少强个五十倍 对于经常外食的现代人来说 实在很难确保 每天能摄取到足够好菌 也因此越来越多人选择在生活中 补充益生菌来帮助肠道健康平衡 但市面上这么多的益生菌 该怎么选呢 挑选具有专利认证菌株最重要 面对换季引起的肝痒红肿 能调整体质的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 就是一个稳定健康基础的好选择 经三角全效配方 让肠道增加好菌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收入多篇学术报告 也证实了克菲尔的重要性 每天一包 就是健康维持的好选择 如果你也想尝试 请上快点go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还可以享有额外优惠哦 每日克菲尔 让您的生活更健康美好